八嫌晨暴意外25岁的吴升红 为了抢救两名小朋友 自己也身受重伤 除了有65%烧烫伤 中枢神经也受损 让他几乎失去语言能力 不过家属上传了一段他附近的影片 可以听到他努力想演唱江慧的歌曲《冷猴虾》 永远又坚强的表现令人动容 我马上把时间交给记者余晨玄 好主播各位观众 画面中这名戴着眼镜的大男孩 他是25岁的吴升红 在今年的八仙晨暴当中 为了抢救现场两名小朋友 导致自己身受重伤 那因为他的中枢神经受损 出现了语言障碍 那今天他的家人上传了一段他附近的影片 他努力唱着二姐江慧的《露虎虾》 令人动容 我们来听一段升红的演唱 那其实升红呢 全身上下有65%的烧烫伤 加上中枢神经受损 身体会不自觉的抖动 他的附件之路是相当艰辛的 但他一直都没有放弃 那他所住的桃园医院 更邀请他为了怨庆来进行演唱表演 这也是为什么他这么努力练习的原因 那他的家人公布影片 也鼓舞了许多其他的伤患和家属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状况